接下来关心中国人权 维吾尔作家亚欣在2005年 因为撰写预言小说《野鸽子》 被中共当局以煽动分裂罪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中国法学学者滕彪近日在推特上发布消息说 亚欣已在一年前在关押他的新疆沙哑监狱中去世 原因不明 而这个监狱也是知名律师高志胜被关押的所在地 我从内心深处悲惨地呐喊 哎 自由的凶手 无情的人类 或让我去死 或给我自由 这是新疆维吾尔作家努尔·莫哈提亚欣的 预言小说中的一段文字 在他笔下 野鸽是自由的象征 然而他却因为这首诗失去人身自由 现在连生死都成了谜 目前中共当局对此尚未透露任何相关资讯 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认为 现在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当局必须向外界提供更多的 有关他在狱中的信息 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呼吁 中共当局应该正面回复 亚欣根本就不应该遭到关押 如果亚欣真的在监狱死亡 那将是中国司法的耻辱 2004年新疆维吾尔作家努尔·莫哈提亚欣 在维吻杂志上发表预言故事野鸽子 故事已一只被人关进笼子里的野鸽子做第一人称 讲述这只鸽子宁愿自杀也不愿没有自由地活着 然而中共当局以此指控亚欣的作品 涉嫌煽动分裂 2005年亚欣被以煽动分裂罪判处10年有期徒刑 新唐人记者熊斌蓝竹采访报道